8月13日,大批示威者非法站立香港国际机场,做爱奇政场运作,导致大面积航班被取消,并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非法禁锢和围殴。 8月14日,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非法示威者的行为非常恶劣,在香港社会引起公愤,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无法接受。 梁振英继而指出,暴徒行为不代表香港市民,希望内地和香港居民依旧常来常往。 昨天晚上,在机场发生的这些有些暴徒,独打其他的机场旅客,这事情并不代表香港,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是和平的,理性的,守法的。 昨天晚上被打的,两位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,对中国内地居民,对我们同胞的看法,这些暴徒的行为,也不代表绝大多数香港市民。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香港和内地的居民,还是能够相互的,能够多来多往,常来常往。 我们还是非常欢迎内地居民,多来香港旅游,多来香港观光,多来香港工作,多来香港学习。 梁振英强调,机场对香港来讲,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。 香港的几大贸易产业都需要机场。 机场运作受阻将影响到各行各业,影响到每一位香港市民,不被香港社会绝大多数市民所接受。 机场设施对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香港几个大的产业,贸易很需要机场,旅游很需要机场,物流很需要机场。 香港其他的对外,包括国际交往,也非常需要我们来对机场。 这几个产业,贸易、物流、旅游、雇佣的总人数,等于香港的救援人口,大概四分之一。 整个经济运行是一环扣一环的。 所以我们不能说,我不是做旅游的,不说贸易的,说机场开不开与我无关。 在这几个大的产业受到影响,由于机场不能开,不能正常运作,其他的行业也会受影响。 梁振营同时指出,瘫痪机场运作,阻碍、辱骂、攻击警察和旅客的行为, 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产生很大破坏。 香港是一个旅游之都,每年亦有不少国际会议在港举办。 暴力违法刑警将影响到香港的旅游及国际会议中心地位。 梁振营强调,非法示威者瘫痪机场运作的行为,实际上已触犯香港法律, 易经寻公诉程序定罪,特处终身检警。 希望示威者合理合法表达诉求,不要被人误导。 梁振营希望,社会大众不再沉默,共同监督,形成舆论压力,让示威者不再胡作非为。 我在这里必须呼吁,一个呢,请大家举报这些狂徒暴徒, 使得他们被承受于法。 同时呢,希望有关的,尤其是年轻人, 他们被误导到机场去,一起去堵下业机场, 他们必须知道这个形势上的后果。 我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把我们的看法拿出来。 我们形成一股舆论的压力,使得接下来呢,不敢再胡作非为。 尤其是香港的工商界, 任何反坚持,破坏社会安宁,破坏社会的这个正常运作, 包括我们机场的正常运作,工商界必须出来发声。 梁振英表示,香港民众有集会和游行的自由, 但不能把政治带到工作岗位上。 航空公司必须对其工作人员严加管教, 使机场尽快恢复正常化运作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